大学的学策成就今天公布 国内中兴高兴的李明杜 纪到七十日结婚来取下南岛官的最高分 他情话说自己并不是特别聪明 不过在老师的大三天资格 他是真真真打拼特色 这次可以取到七十日结婚 他希望说可以在环境结尾当中 来达到中二学 来好 最高都赞不赞 赞 大学学校能力设验新籍奉奉 今年专冠最高分 是国内中兴高兴的李明杜 虽然当初看一眼中兴高兴的时候 新籍不是最高分 不过在大学学校是当中 所以可以变成专冠第一 可以说是相当不简单 陈文明老师就是他带领着我 从高一走到高三 都可以用很稳健的步伐 一些满级分的学姐分享说 他觉得他是一颗裸钻 在最适合他的时刻他就会绽放出他的光芒 所以我也坚信了自己可以考好 超过六十几分的学生比去年成长43% 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我们很多学生他们当初进来中兴高中的时候 成绩并不是所谓的5A++这样子的高分群的学生 那能够在经过三年的学习当中 把成绩提升到全国的顶标 另外后来未教新住民各官住民学生表现也相当优秀 新住民学生魏晓晴扣出六十几分的好心结 后方表示应该有机会 六处以新目中的旨观台湾艺丝大学电影下 我是新住民 母妈来自大陆广东 然后因为我从小对电影电视比较有兴趣 就是经常看 所以就想要了解他的制作过程 这次我考六十几分 我希望可以上台湾大的电影系 我是原住民排完族 然后我这次是考六十二几分 希望可以上政大或承大法律 那为什么会想法律 因为我觉得法律是伸张正义的 然后希望未来可以从事法官 在国中这次四百几分六位比较高生当中 六十几分以上的有三十人 都相当有希望来落出民策大学 五十六几分以上有七十七人 也有可能可以落出中二部以上的学校 校方也表示会继续努力 辅助学生来准备第二次大学 帮助金拉高处理上中的学校 现在行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